北京地铁6号线 8号线南段 9号线北段和10号线274条地铁新线在今天早上正式开通试运营 连通北京最大规模的政策房长营居民区以及北京西站等人流密集区域 那么为了配合新线开通的北京公交集团从今天起调整优化公交线30条 与地铁新线上的车站接驳方便市民的公共出行 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的本台记者文杰 文杰你好 你好 顾国宁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已经开始运营的4条新地铁的情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2000多平米的监控大厅随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 这里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北京全市的19条正在运营的地铁线路 并且能够提供15000多克这个监控的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个路网这个示意图 那么在路网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新开通的4条新线 它们分别是6号线以及10号线的27 还有8号线的南段以及9号线的北段 那有人就很形象的来形容这6条新开通的这个地铁线 一个是最震撼的6号线和最关键的8号线 一个最接地气的9号线 还有一个就是最震撼的这个10号线 还有最给力的6号线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最给力的6号线 它是一个横贯城市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大动脉 它西起西四环东到东五环外 那么全长呢是在30.4公里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和这个1号线呢是平行的 所以说呢它能够很好的来分解我们1号线目前的压力 所以说这个6号线呢是最给力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震撼的10号线 那么10号线在今天的27开通之前呢 之前是由这个八沟站啊 一直环绕到这个近松站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图像呢是一个小C字形 那么今天27开通之后呢 它将由西局站一直环绕大圈 然后到这个首都经贸大学 可以看还差两个站呢 它将成形成一个这个封闭的地下三环线啊 那么目前呢这个10号线的27开通之后呢 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大大的C字 那么全长呢是57公里 一跃成为了这个北京地铁当中最长的一条线路 所以说它是最震撼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接地气的9号线 9号线的北段是从这个北京西站 一直到这个国家图书馆 那么这个站呢开通呢 很好的能够缓解北京西客站的压力 并且呢能够方便由南至北的这样的旅客 和由北向南往城外的旅客 所以说呢它非常接地气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关键的这个8号线 8号线呢虽然只开通了三站 从北渡城站一直到这个古楼大街 但是它的这个里程也是最短的 只有3.28公里 但是呢它却连通了8号线和10号线的一个接拨 以及2号线的接拨 所以说它意义中大 非常的关键 那么随着今天这个北京 4条新线地铁的开通呢 北京的这个全部的路网呢 这个地铁运营的路网是达到了442公里 这样的运营的旅程 那么预计呢北京将来呢 日这个平均的交通客流量将突破900万 可能要跃居全球的地位 我们也会在这里呢 实时来监控这个地铁的运行状况 主持人 好谢谢文杰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么对于北京的上班族来说呢 公共交通的发展啊 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好的的确是这样哈 北京地铁新开通运营的这四条线 可以说能够有效的缓解地面交通的压力 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地铁9号线 北京西站地铁站采访的本台记者王胜东 胜东你好 天亮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现在这个9号线开通运营的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那首先来说说我的位置吧 刚才你也说了我在北京西站 我现在就在北京西站北广场地铁9号线的 进出站口附近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 就是两个可以直达地下二层 前往北京西站换乘地铁的两个进出站口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也赶到了9号线北京西站的这一处 站点与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 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了解 今天早上从零点开始到早上七点 他们进行了统计 五点多发车之后到七点多 今天早上供发车 共这个运送旅客是884人 而昨天在地铁9号线北段没有开通的时候是400多人 他们明确的跟我说 这就说明地铁的旅客翻了一倍 这一次9号线北段的开通有效的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那么说到方便呢 很多旅客今天大乘地铁的时候也对他们表示说 我可以去尝尝先 我要了解一下听说你们这个9号线的换乘站点特别多 我想要去看看这个究竟是怎么换的 那么他们最希望去的其实是国家图书馆站 因为国图站实现的是同台换乘 也就是说呢 只需要走15步走到站台的对面 就可以换乘4号线前往中关村圆明园方向 那么说到换乘就必须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性信息 今天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中拿的一张图 这个图呢 我现在在的位置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继续向北 大概有一千米的位置是军事博物馆站 其实很多外地来京旅客和北京出京的朋友 特别关心就是军博这一站9号线与1号线的换乘 但是目前由于受这个施工进度的影响啊 因为9号线军博站在施工的时候 发现了地下有一个两三米的寒水层 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 所以呢即便地下贯通了 但是9号线与1号线目前仍然没有打通换乘通道 所以呢没办法实行地下的换乘 这样的话呢就我代表个人了 和也代表地铁方 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您想要搭乘1号线的话 还得步行大约20分钟 或者搭乘西站附近的公交车 大约3到5分钟到达军博站 那么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天亮 好的谢谢盛东的提示 那么我知道可能很多观众都非常 ~! 那我会有什么厉害就是这样的